欢迎收睇美斯C9CD机的安装使用及说明 无论你是买了部机还是想了解多些部机都可以看下去 首先部机回来开箱之后其实有条蓝牙天线 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安装上去 因为这部机是可以接收蓝牙的讯息 接着我们就要接驳电源 电源在右边有个开关键 0就是关1就是开 Fuse也可以更换 旁边有个位置可以调校230V或者115V 即是无论你是香港或者美加地区都可以使用 再过来中间部分就有Digital Output Digital Output是当你将这部C9当一部纯转盘使用的时候 才需要接驳的 它有光纤输出和同轴输出 跟一般的CD机一样 然后再到隔离这个位置 除了蓝牙天线之外 还有Digital Input 为什么有Digital Input 因为它也可以当纯Dec 纯解码去使用 你再前面隔一个CD盘给它都可以 所以有一个Digital Input Digital Input是同轴输入的 这个同轴位置如果你不使用的话 好像我这样可以用来插地盒 最后就是analog output 有单端和平衡 所以我插RCA 如果你用平衡线XLR 那你就插XLR 好了当它亮了红灯之后 这里就是Power按钮 我们开 它就会自动读碟 也示范一下放碟 因为它是顶褶式的 顶褶式上面它这里有它的招牌 美斯的招牌 其实这里是一个握手位 很容易一退就退开了盖 那里面有一个磁石造的碟压 好 有一只碟 还有碟的下面有一个被震的转盘 好 放一只碟下去 将碟压在正中间那里吸收 然后我们推翻盖 只要推进 它就会自动读碟 在遥控上面除了一般操作之外 还有两个键我们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正中间的Mode键 MODE 其实这个Mode键 就是声频用的 它本身播放是44.1Hz 然后你按一下 它就会变成88.2 再按一下就会变成176.4 如果Hz越高的话 其实细节就真的会越多 不过我自己听得舒服来说 都是比较喜欢还原44.1Hz去播放 另外一个键就是BT 按了BT之后 它就会进入一个蓝牙的模式 在斩蓝牙的模式的时候 你可以拿你的蓝牙的设备出来 例如你的电话 你的电话在蓝牙的menu上面 就会见到Milchishare 你这个时候连接它 就可以当这个CD机 是一个蓝牙的装置 播放你手机上面 无论是YouTube也好 或者其他Apps的歌曲都可以 如果再按多一下BT 它就会变成Coaxle In 即是同軸输入 刚才说过 如果你是当这部机 为一个纯back去使用的话 你就需要调到同軸输入这个位置 然后再按多一下 就会还原播放CD的模式 即是BT这个键 就是选择输入的模式 你可以选择蓝牙输入 同軸输入 或者去播放CD 另外部机里面 其实有两支电子管 即是膽 它的型号本身是6KE8 亦都是等于ECF82 或者ECF802 你上网去找的话 其实都有不少选择 是可以自行更换的 例如有Mala 有Ampex 有一些美国的胆 Tesla 等等都有 只要你搜索 ECF82 或者ECF802 其实就有很多选择 不过美斯原厂跟来的两只胆 已经是一些美国的舊胆 所以也值得使用一段长时间 才去考虑更换 好 今集的C9示范及安装 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 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地方 欢迎WhatsApp我 91913844 2 1 2 4 4 2 2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